正如专家认为的一样,美国的大肆渲染不已引燃了潜艇市场,而俄罗斯的作为不过是抓紧尸击加把火。 俄专家称,中国最新服役的原级常规潜艇已装备了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。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,中国的潜艇技术水平已经赶上了俄罗斯。 但事实上,中国先进的不依赖空气技术主要用在常规潜艇上。 早意大力发展核潜艇的俄罗斯自然对这技术不敢冒。 俄罗斯人朴实的赞美背后也为自己做了一把广告。 军事评论员岳刚认为,一直以来,俄罗斯的生意经都不比别人差。 为了巩固在东南亚的客户群,俄罗斯的招数还不少。 俄罗斯的武器性能优异,皮实耐用,价格低廉。 东南亚一些穷国对俄制的武器是青睐有加。 第二个,俄罗斯既卖武器又卖技术,满足了客户的多种需求。 可以巩固扩大它的军售市场。 第三个原因,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领土海洋权益,与中国有争端。 他们担心采购中国的武器会受制于我。 这些国家有很多是俄罗斯的传统客户, 那么他们合作起来当然是顺风顺水。